我们都是正能量 我的正能量来源哪里 来源我的老师 来源我的教练给我的传递 就是我现在连线的这个 就是我的三大启动教练 也是中国的三大王 保力高保教练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有人问教练来自哪里 怎么了教练 教练来自哪里 来自通了 教练 有人问你啊 正能量来自哪里 正能量来自教练老师的教导 谁说的谁问的 你粉丝朋友们 那必须正能量 那肯定 我刚才不是给大家说了吗 这个练拳第一个问题是 强身健体 第二个就是小点的话 就扬兵例外 第三个就是像锦亮一样 是吧 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舞台 拳台不管是什么地方 可以升国旗 可以做活歌 说这个问题 感觉好像 假如说输的话会 他们会把他们的这个眼光 或者是专业上角度会出差 对 赢的话感觉好多 就是这种 可是我说 教练 听一下 我想说打断一下 不好意思教练 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赛 有赢有输很正常 喜欢你去支持就好 只要是比赛 对 谁都想赢 人家穆斯里木也付出了 他也有团队 他也有家庭 对不对 他也付出很多 有比赛就已经有输 如果说今天我输了 我会怎样 我还要吃饭 我明天的太阳依然会升起 我还会继续努力 然后继续现在去 可能大家不会去支持我 现在还会进入拳馆 训练 训练完拉伸 然后去洗澡 回家做饭 吃饭 睡觉 我还会继续努力 我会看到我哪里输了 能和穆斯里木这么高的高手 能比赛 是我的荣幸 他在整个散打阶 那就是一个传奇 和我教练一样 绝对是传奇 真的 我知道他能有KO我的能力 我相信他 但是 我也相信我自己 只要有一点点希望 只要我有一口期待 你要不要就把我KO 我不会爬得下来 我宁愿躺着下来 对不对 对 就是 今天我们两个比赛 不论和任何一个人 只要把我们俩灌到楼子里 我觉得我们俩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我知道他比我优秀 但我也不差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去 就是这样的 大家一定要去自信 对不对 你连指挥了 我就给他们说了很多次 他说说了多少遍 我说我们要分析 从技术角度 年龄角度 各方角度 我给他们分析了 我说这个时候 我是给他说的是 有一个是什么 你想说跟他打到 打满三局的话 就是这场比他就是 不好判定 因为打满三局的话 他那个会 会那个拿分 我说我给他们说了 我说基本上会 第二局会 TKO或是KO获胜 绝对是这样 给他们说的嘛 然后这个群里边的人 就爆炸了 我说的对 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什么 怎么这么多年的 这个经验 各方面分析 怎么分析 不能分析出来 这个事情 哎呀 他也不是说是 这个在打三打 是不是 这是打这个八角红 是这样的一路 那么就说了 谢谢大家